湍急的泥水流过家家户户门前 大陆四川省汶川县境内 受到连日暴雨影响 许多地区出现土石流和山崩灾情 22个地区出现严重水患 河道阻塞 还有十几个城镇通讯中断 也没电可用 因为自来水处理厂和发电厂都被淹没 居民作困围城 救难队也到处寻找受困民众 目前几十人下落不明 汶川县疏散超过3.4万人 还有一万三千多人等候安置 临近的沃龙特别行政区 也有1.2万人准备撤离 汶川县暴雨还在下 有三条国道和一条高速公路的交通被阻断 当地政府下令 从成都前往灾区道路实行交通管制 解除时间有待确定 警方全员出动抢修道路 电信公司也在努力恢复通讯 希望加快救灾效率 大海新闻 郑宁轩编译